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五个痘痘爬上你额头的原因 今天要来聊聊为什么你的额头狂冒痘呢 你其实应该知道为什么 季节转换,最近就是天气越来越热 然后当时有时候那种冷气房跟户外的温度差异太高 所以呢,就这个时候你的额头莫名其妙就开始长一些粉刺面泡 甚至那种顶啊,恶痘你知道 面对这类恼人的额头冒痘问题 到底除了清洁之外 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你额头痘痘狂冒呢 今天就要了解这个 让人家非常苦恼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为什么痘痘爬上你额头的原因就是 一 洗发 产品 太滋润 清洁不善 就是近年 就是大家韩戏 就是一个主流 不管男女 大家都会尝试想要 把头发用了跟 韩剧男女主角一样 所以就会想要烫啊 或者染啊 就是用漂色之类的 而这些头发上面的一些造型问题 你就会需要一些 比方说你头发 你需要用洗发精 可能要滋润一点 你可能要护发 这些所谓的 那个护发产品 或是洗发产品 有可能 如果你当你现在那个头发慢慢长长了 像最近疫情期间 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出门去打理你的头发 它就对于你现在原本长出来的黑发来说 那个洗发精 或是那个护发乳 就过于滋润 加上 你清洁不够干净的时候 在你的那个发际线的部分 或者是 接近 就是你刘海垂下来 有时候什么寒细刘海 或是你的刘海可能都好刘海 那个东西可能你都会喷一些发品 它长期在你的额头上面停留太久 或是你就是没有清洗干净 它就会引发痘痘跟粉刺的问题 所以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洗发产品 太过于滋润 或者是你洗头发不够缺失 很多人就是男生可能撸 头发可能撸过两下 就冲水 就冲掉 甚至没有冲干净 尤其是在发际线的部分 它可能还有一些泡泡 这些都可能导致你 就是皮肤发炎或冒痘 那部分人是 可能是你每天会 就是用一些发品 或是你因为有懒烫的关系 你每天会喷起什么定型衣 什么之类的 或是因为你有 就是瓢色 那你要固色 或是你要护发的话 那其实就会非常的滋润 那有些人可能 不太清楚它的使用方法 有些头发比较长 它是枕头 连头皮那边都抹 所谓的护发产品 那那个油度 就可能会导致你头皮容易长痘痘 或者是你的额头处 可能就会因为 就是你头发在那边回来回去 就会容易冒痘的问题 所以记得一些润丝产品 或是护发产品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可能你要避开头皮 或是避开额头的部分 避免它会导致你因为有你的滋润 而又加上你后续的清洁不善 而导致你额头 痘痘狂暴的原因 而这就是第一点 你的洗法产品 或是润发产品 太过滋润 至于甚至是你清洁 就是没有做缺失的导致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为什么痘痘爬上你额头的原因呢 就是二 长期熬夜跟睡眠不足 就是你可能长期加班 或是你就是一个野猫子 你晚上就是精神特别好 就喜欢熬夜 可能打game 或是追剧 这些长期 因为有可能是失眠 或是睡眠不足的因素呢 它可能会导致你肝脏的毒素 慢慢的累积 严重的话呢 就会导致你内分泌失调 就会在你额头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粉刺 刚开始你可以想说 可能只是小粉刺就不予理会 但是这个久了之后 因为睡眠而导致的痘痘问题 它没有办法借由你的保养 或是清洁做改善 即便你的清洁做得再到位 有时候就是因为你内分泌失调 你就是从体内发出来的痘痘 所以你要改善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要从生活作息 开始改善起 它才能够治标也治本 那搭配当然就是所谓的 你清洁要做确实之外 那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 可以去皮肤科 可能跟医生少讨论一下 是否要擦些外用的药物 会加速它的代谢 那如果你是长期失眠 就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自己知道 问题是出在哪里 你喜欢追剧 或是你就是打game 那可能就是自己 要先去调试你的生活作息 那反过来 如果你是可能是精神状况 或是你就是长期有失眠困扰 那建议可能也是要先 去咨询一下到底 你可能是因为睡眠 或有什么中止症啊 或是你就是心理压力过大 而导致你失眠 去克服失眠的问题之后 它才能够真的去解决到 后续所谓的 研发的痘痘问题 那如果你是本身 就是熬夜不睡的话 那就建议至少你每天 就是建议大家慢慢的 五分钟 十分钟 三十分钟 逐步的调整你的作息 就能够慢慢的改正这个痘痘的困扰 而就是第二点 为什么你额头会冒痘痘 就是因为长期熬夜 跟睡眠不足 现在第三个为什么 你头头会开始冒痘呢 就是三 戴帽子 或安全帽 不常清洁 就是最近夏季非常的炎热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难免会外出 啊有这样可能你 现在外出就是不需要去上班 你可能就是去买个东西 你就会喜欢戴帽子啊 或是就戴着安全帽就去买了 那为了就是 避免什么三间烦恼丝 就是打理的问题 你很通勤啊 戴帽子 然后骑车也戴安全帽 但是这些帽子跟安全帽 你不可能就是长期清洁 那你没有长期清洁的问题 就导致它 就是你面容仪藏 无纳 这样 天气非常炎热 你大概戴不到十秒三十秒钟 就会开始冒汗 而那个帽子 跟你的额头接触的那个地方 就容易导致它长痘痘 有更夸张一点 就可能会过敏 或是导致那个堵塞毛孔的问题 就会让痘痘开始爬上你的脸 很多时候大家会带去 说为什么我们奇妙 我清洁做得很好 我生活做鞋的正常 为什么还是会冒痘痘 有可能就出在你的帽子跟安全帽的问题 这是第三点 关于戴帽子跟安全帽 要做好清洁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为什么你的额头开始冒痘痘呢 就是四 你可能近期的精神压力比较大 然后情绪的起伏比较大 就关于额头冒痘的问题呢 外因素可能就是因为是清洁不善所导致 但是有时候是所谓的新阴性的问题 就是可能是情绪 你的导致你荷尔蒙慢慢的失调 对到我听讲说 有那么夸张吗 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失恋 或是你可能最近那个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皮肤状况就会特别不好 那女生可能还有惊奇的问题 就这些所谓内分泌会就是新阴性的东西 会导致你外发出来的皮肤状况 也会变得不一样 除了是情绪上 比方说情绪会不稳定 容易发怒 或是就很容易焦躁凶闷之外 其实你的什么心火旺的时候 也会导致你容易失眠 口渴跟皮肤搔痒 还有就是所谓的额头会冒痘痘 所以为什么额头冒痘痘 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四 近期压力比较大 或是情绪 最近起伏比较大 可能你遭遇一个很重要的cat 或是最近可能情伤 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产生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为什么你额头开始狂冒痘痘呢 就是五 你就是一个世心辣物 或是喜欢油炸物的人 就是无辣不还 本身可能就是爱吃甜食 然后很爱吃辣 很喜欢吃这种高油腻的食物 就是炸物啊 或那种尖的东西 就因为这些东西呢 在中医的那个说法里面 就是容易上火 这些东西就会导致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呢 跟肝功能会循环失调 导致体内排毒不顺 就会让你额头开始冒痘痘 而这些所谓的冒痘反应 就是所谓的上火的反应 那为了降低就是这个儿童冒痘的可能性呢 你可能就是要减少吃辣 吃甜食 跟吃一些高油炸的食物 你稍微就是减量 或是一个礼拜 原本可能每天吃 就变成是一个礼拜吃个一次 你慢慢就会看到自己身体的改善 那当然要搭配刚刚前四项 要不要熬夜啊 或是你的清洁要做缺食啊 洗发精啊 后帽子 这些东西可能都要统一的 就是有逐步性的 规划性的去做调整 才能够避免 额头开始冒痘痘的问题 那这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的五个 为什么你额头开始冒痘痘的原因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想要分享的话呢 或是你有个人的一些小PayPal 或是你想要提出的疑难杂症 都可以到咨询哪位的IG YouTube 那么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